喝醉酒被竹马带回家 被全家人堵门为关 我弟扒着门横横倒 我的房子塌了 弟弟被我妈一掌拍开 顺带给我们关上门 我紧张得直咽口水 你怎么在我的房间呢 竹马半脸着眸 微微一笑 你再好好看看 我 一 十一放假的第一天 我就被高中同学拉去参加同学聚会 因为好久不见 太开心 我就喝多了 模糊中 我好像被人背走了 那个人好像边背边骂我 骂我小傻子 我不服气地咬了他一口 他果然不说了 现在我又被手机吵醒 有点暴躁 摁开手机 吵死了 我私当许翘的声音从听筒传来 还没醒啊 嗯 你在家 我勉强睁开眼皮看了眼 不像 我家 但怎么感觉很熟悉啊 乔薇声音陡然变肩 我靠 你俩不会睡起了吧 什么我俩 我揉着头翻身 突然对上一双漆黑透亮的眸 他与我四目相对 沉默 还是沉默 啊 一声尖叫 突兀地响起 不是他发出来的 也不是我 我们同时转头 看见房门从外面打开 四位大人和我弟弟站在门口 目瞪口呆 我弟扒着门横横倒 我的房子塌了 弟弟被我妈一掌拍开 顺带给我们关上门 不着急 慢慢来 这是什么射死现场啊 林家侄慢慢坐起来 神色倦怠 我裹着被子 回头看他一眼 紧张地直咽口水 你怎么在我的房间呢 他半脸着眸 朝我微微一笑 你再好好看看 我 嗯 上面的男人叫林家侄 是和我同龄的竹马 他五月 我七月 他金牛座 我巨蟹座 我们两家是对门邻居 父母在我们出生前 就把关系处好了 有什么大事都凑一起 比如装修 房间的装修风格 都极其相似 同款沙发 同色家具 有时候我去他家 感觉像是回到了自己家 毫无为何感 所以刚才的眼熟 是因为我在林家侄房间 我慢慢揪着被子坐起来 起到一半 突然发现我俩盖的是一个被子 身体瞬间僵住 不敢动了 那个 你能先出去吗 我抓着被子 遮到鼻子以上 露出两只眼睛 林家侄扫一眼 身上被拉走的被子 挑了挑眉 外面有人 我瞪他 你怕什么呀 看都看了 我好想上厕所 但不敢爬起来 有点尴尬 林家侄忽然笑了声 手指戳我的头 问 看清楚了吗 我瞄懂他的意思 打算装死 骗子 他多闹一句就起身了 嘻嘻嘻嘻的声音 没一会儿他又开口 昨天你 啊 不要说了 我像只被烫醒的青蛙 从床上弹起 抱着被子 冲进了卫生间 三 半个小时 我从房间出去后 发现人都不在 我扭捏的走过去 他们都去哪了 林家侄 怕你害羞 都躲出去了 我脸红了红 想立刻马上就消失 刚走到门口 被林家侄捏住脖梗 低头问 要逃啊 我逃什么呀 我嘟囔到 身后又没狗 林家侄突然咬落肩膀一口 我吃痛的喊了声 抬起手肘刚要反击 林家侄突然拧开门 拍拍我的头说 他们先去了 让我们赶紧过去 我懵了 去哪里 林家侄盯着我的眼睛 眸光幽暗 迟疑的开口 阿眼结婚了 我愣住了 阿眼结婚了 我的初恋许眼 也是我和林家侄 一起长大的朋友 准确来说 许眼算是我的半个竹马 我小学三年级 许眼转学过来 他人长得瘦瘦的 很白 有一双比女孩子 还漂亮的大眼睛 因为我妈认识老师 所以我求着老师安排 我和许眼同桌 一开始只是有好感 后来慢慢变成喜欢 初中毕业后 我向许眼告白 他拒绝了我 但我缠着他是交往一周 发现他只把我当成妹妹 我觉得没意思就分手了 那是一段甜美又酸色的初恋 林家侄敲了下我的头 现在还喜欢他呢 我揉着头抬头瞪着 一点也不 林家侄看了我一眼 走下台阶忽然回身 唇角微微一勾 现在你得对我负责 我站着没动 可以不去吗 林家侄 不行 我努努嘴 好歹我也是前任啊 这么去 我还没说完 林家侄突然转身走上来 扶下身子 在我耳边威胁道 再说一句 我们现在就会床上重温一下 四 我识趣地闭上嘴 安安静静避上他的车 路上他说话 我就点头 像个哑巴 乖得很 他看了我好几眼 笑笑没说什么 到了酒店 交份子钱的时候 林家侄突然拿出红包说 我们是一起的 手里的是许眼的二舅爷 眼睛透过老花镜 上下打量我们 语出惊人 小两口啊 这句话没把我吓死 手扶着桌子低声喊道 不是 我自己教 林家侄扭头瞪我 我突然耸了 我自己来 林家侄不顾我反对 对二舅爷说 写一起 人家还没写完 他就急着 拉我往里面走 我弟看见我们使劲挥手 那一桌坐着我爸妈 林家侄爸妈 还有几个邻居 我正托他的手 快他一步走到了桌前 打招呼 爸妈 叔叔阿姨 二妈 二大爷 一回头 许翘眯着眼 不怀好意地盯着我 刚坐下 他立刻凑到我耳侧 一起来的呀 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亲密接触的敏感度 预值降低了 一点点呼吸 就让我痒得不行 不是 一会再说 我推开他压低声音 转而严肃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许翘结婚 许翘是许翘的堂妹 也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俩之间 没有任何秘密 许翘眨眨眼 露出无辜的表情 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 昨天喝那么醉 我还以为你是为我哥哭的 我扑上去 用力捂住他的嘴 瞪大眼睛 让他闭嘴 他瞬间明白点点头 我松开手 突然感觉后背一凉 林家侄的声音低沉 又暗含质问 哭什么 我微笑着转过头 看见对面的长辈们 也盯着我 没有 你听错了 我尴尬的扯着嘴角傻笑 林家侄盯着我看了几秒 右扫一眼许翘 转过了头 前后左右都有人 全都是耳朵 我和许翘 什么也不敢说了 典礼结束后 许翘和新娘下来敬酒 许翘打去我 入围有男朋友吗 我身边的伴郎 可都是单身 我一眼看过去 不得不说 这伴郎们的质量真高 刚要动心 手腕被掐了一下 林家侄站起身 端着酒杯进许翘 他不用 他有喜欢的人 无 许翘看向我 笑得温温柔柔 今天怎么没带过来 我脸快笑僵了 在林家侄说话前 一屁股拱开了他 和许翘碰杯 嘿嘿 他有事没来 说完我一口 干掉杯子里的酒 笑得傻乎乎的 祝你和嫂子新婚快乐 百年好合 早生贵子要 新娘站在一旁 被我逗笑了 拉着我说了会话 就去别的捉敬酒了 目送他们离开 我松了口气 转身坐下 突然发现 气氛有些凝重 在座的所有人 都用一种怪异的眼神 看着我 我妈眼睛瞪得最大 质问我 你男朋友不在这里 我弟就很直接了 直接给我戴帽子 姐 你出轨啊 场面一度混乱 我刚想试图发疯糊弄过去 就被林家侄 抓着手拉走了 他把我带到了 男厕所门口 要不是我站住 他就拉我进去了 你干嘛呀 上厕所也要人陪 刚抱怨了一句 他突然转身 低头稳住了我 不到几秒 离开我的唇 低头盯着我的眼睛 一字一句问 你男朋友有事没来 我被那个吻下蒙了 呆呆地看着他 他又低头 在我嘴角啄了一下 伸手要抱我 被我清醒后 一把推开 他刚好撞到了 从厕所里走出来的人 那人被踩了脚低咒一声 看林家侄的道歉 态度好就没为难 眼睛笑眯眯地看着我俩 哥们 开房去楼上 也站这里可不行 我和林家侄 也站你大眼 在那人远去的 充满暧昧的目光里 我从脸到脚趾间 都红成了番茄色 抬脚用力踢了林家侄一脚 转身跑走了 跑回到宴席 我和许翘换了座位 林家侄回来 看到我换了位子 又不爽地朝我瞪过来 嘴角动了动 不出声 坐 回 来 我脸颊滚烫 飞快地回了一句 我 就 不 说完迅速拧了宁许翘的大腿 他扶置心灵 端起酒杯 做起了我们这桌的分为组组长 吃菜吃菜 叔叔阿姨们多多喝酒吃菜 酒席吃了一个多小时 我的肚子 也像怀孕三个月的大小 刚好被我弟这个冤种看见 突然指着我的肚子 欢快地叫起来 老爸 你看我姐的肚子 我爸喝得满脸通红 慢慢转过头眼睛都瞪直了 手指颤颤巍微地抬起 然后突然冲林家侄骂道 你这小子 你这混蛋 我爸也喝醉了 把我吃饱的肚子 看成了孕肚 爸爸 我是吃撑的呀 我红了个大脸 拼命给我妈使眼色 让他管管我爸 林叔叔擦了擦头上的汗 跟我爸解释 对呀 老白 他俩不是刚睡一起吗 怎么能这么快有孩子 几个人有说有笑地走了 我扭头去看林家侄 这家伙喝得俊脸通红 眯着眼靠在椅子上 我踹他一脚 他睁了睁眼 笑了 走了呀 我气呼呼地站在他面前 对 走了不管你 他皱着眉头 不行 看他喝成的大傻子 我白眼翻上天 那你起来 林家侄伸了双手 你抱我 许翘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捞起包走了 妈呀 我受不了了 你俩搁着黏糊吧 我走了 我拍开他的手 无奈地喊道 林家侄 他委屈地仰头看我 微微 抱抱我 就抱抱我吗 啊 这个人 怎么还撒起脚来了 六 好不容易把他拖上了车 我扶着林家侄的头 寻找靠枕 想让他靠着舒服点 碎发微微遮住他的眉眼 我轻轻拨开 想起刚才婚宴上的豪华伴郎团们 突然想起 之前林家侄说要当许翔的伴郎 我还以为你要当伴郎呢 林家侄突然睁开眼 恨恨到 许翔讨厌 我才不给他当呢 说完又闭上了眼 我心跳漏了一拍 跟着扑通扑通的心跳 回到了那一年 大四快毕业的时候 林家侄突然来学校找我 说他和朋友们要去上海敌视你晚 问我去不去 我从去年起开始攒钱 就是为了去敌视你 所以听到全包 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他了 出发那天 我和林家侄撞了情侣衫 情侣鞋 毫不夸张一模一样 还是同一个牌子 可我们俩是分开买的 当时被他的朋友们笑死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是情侣呢 我扫红了脸 一边瞪林家侄 一边解释 碰巧啦 我这明明是女装 是林家侄变态 一个长发美女 冲我笑了笑 替我解围 也可能是兄妹装啊 小侄有个妹妹 就是你吧 冲动突然灵光一动 抱着他的手臂 轻易地喊立声 小侄哥哥 林家侄突然愣住了 耳朵在大家的哄笑中变红了 捂着脸害羞的样子 是我第一次见到 我们在上海玩了三天 最后一天晚上 我们一起喝酒打扑克牌 有女生突然向林家侄表白 林家侄指着我 那你问问他行不行 所有人都看着我 女生瞬间明白了什么 捂着脸扔下牌 跑出了房间 其他人都去追了 只剩下他和我 我喝得醉醺醺的 问他 林家侄你不去追他呀 你把他弄哭了 林家侄无语地看着我 拿起衣服也出去了 飞机落地前 我们没说话 下车往小区走的时候 林家侄叫住我 喂喂 我喜欢你 我当时回的是 对不起 我只把你当成哥哥 被我拒绝后的林家侄 消失了两天 在出现后 没太大变化 但能看出来是不高兴的 还有就是 每次我提起许演 他都说讨厌 打断我 或者转移话题 哼 这人就是双标 讨厌还被人家学院上下学一起玩呢 我低下头 撅着嘴角 手指轻轻戳着他的脸 双标怪 只见他眉头一簇 睫毛忽颤 似乎是要醒来 嘴里咕诺一声 他有什么好啊 我握着手机愣了一秒 低下头 确认是不是他在说话 林家侄自言自语 他哪有我好啊 我喊他 林家侄 你醒了 哪有我喜欢你啊 林家侄突然往我肚子上贴了贴 一直喜欢你 小傻子 耳边像榨了一束烟花 我被他的告白震惊到了 痒痒麻麻的感觉 从心脏蔓延到皮肤 正不知所措 突然感觉 有只手在摸我凸起来的小肚子 林家侄迷迷糊糊睁开眼 边摸边嘴里嘟囔 嗯 怀孕了 我 林家侄 你去死啊 七 顶着司机暧昧的眼神 我一直红着脸到了单元楼下 但林家侄赖在我腿上 说我不回家 司机竟然不着急 下车去抽根烟 让我慢慢来 我只好给林叔叔打电话 林叔叔说马上下来 收起手机 我捏着林家侄的耳朵狂叹 我爸也下来了 你再占我便宜不起来 他就打你了 他慢慢睁开眼看着我 我颠了下失去知觉的双腿 催促道 快起来 林家侄坐起来 手指按着疯狂跳动的鹅脚 回头盯着我 是不是腿抹了 我表情僵硬 一动不敢动 两条腿全是马赛克 他要伸手过来 我大声喊道 别动我 林家侄微愣 姿势将在半空缓缓落下 等了好久 我终于能活动一下双腿 转身准备开门下去 却被他握住了手腕 声音有点哑 微微 我背对着他冷声道 林家侄 放手 我有话说 我没话跟你说 他突然一个用力 将我拽过去 眼神微冷 你没话跟我说 看他生气了 我顿时充满戒备 怕他又突然亲过来 不知道自己此时的表情 有多伤人 昨晚说喜欢我 现在又讨厌我 林家侄忽然笑了 顺势松开了手 低下头 白露威 你是知道怎么玩人的 他说完 转身下了车 留我在车里凌乱 司机抽完烟 过来敲窗户 我才从正愣中反应过来下车 慢吞吞地往家里走去 进了房间 看见爸妈还有弟弟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每个人都一脸凝重 爸爸也不像先前喝醉了的模样 爸爸 您怎么不休息 气得久醒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学了一把椅子 远远坐下来 爸爸 谁惹您生气了 白露泽抱着手臂哼道 姐姐明知故问 这个臭小子 我妈瞪了一眼我弟 回头担忧地看着我 微微 你和小侄 到底有没有谈恋爱啊 一句话就把我耿住了 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妥当 其实我也没弄明白 我和林家侄发生了什么 联系他刚才在楼下的表现 难道真的是我酒后乱发疯吗 我爸突然中敲了下茶几 怎么不说话 现编理由骗我是吧 我下得弹起来 拖着椅子又往后挪了挪 说 爸爸 我们再弹 弹了 如果我说没弹 那今天一定走不进卧室 就会被我爸打死 没谈恋爱就晚上床 那简直是要他们的命 我爸瞪着眼 那你今天在饭桌上 说的又是什么话呀 我挠挠脸笑嘻嘻道 是闹着玩的 小秦去 简直胡闹 姐姐好像在说谎 这个死小子 我想打死他 我赶紧举起手发誓 我发誓我说的不是假话 我妈叹气 微微 你已经长大了 爸妈不该对你的生活 过多干涉 你和小侄也很般配 但感情方面还是要慎重 你是女孩子 那那种事 还是 还是考虑清楚了再做 救命啊 我的老母亲怎么聊起成人的话题了 这里还有未成年人呢 果然白鹿泽扭着头天真的问 哪种事情 爸 在我妈说出更炸裂的话之前 我逃走了 一整晚都没出卧室门 手机也不敢看 怕看到林家直的消息 我躺在床上 努力回忆昨天的经历 并不像许翘说的 我喝醉就是因为许演 那已经是过去世了 初恋不懂爱情 也不是真正的爱情 昨天我是因为工作方面才郁闷 戒酒消愁的 大学毕业后 我和很多阴界生一样 怀着满腔热血去了北京 结果不到一个月 社会就把我打回原型了 这里太卷了 还是那种不顾生死的内卷 前不久 我楼下了一家传媒公司 一个30岁出头的男生 在工位上猝死了 我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多 我很怕死 但更怕公司里的一个人 上个月新来的一个同事 男的 年龄比我大三岁 第一天就加我好友聊天 发暧昧信息 我拒绝了很多次 他还是追着我不放 甚至开始跟踪 我回家 这次放假回家 我都怕他追着我回来 幸好没有 他只在钉钉上骚扰我 被我屏蔽了 我在考虑要不要辞职换工作 但只要是在北京 他可能还会追过来 所以我很郁闷 工作家猥琐男家 林家职等于更烦了 林家职 你把我放在这个等室里面 合适吗 第二天 白露泽叫我起床 我扭捏半天走出房间 发现爸妈没在 又看到他在炫半个西瓜 我扭他耳朵 你小子吃毒食 白露泽嚷嚷 没吃啊 等你一起呀 松手 我哼哼松开他的耳朵 刚坐下拿起勺子 门铃忽然响了 我指挥白露泽去开门 他跑过去突然激动地喊道 姐夫 我一口西瓜差点没噎死 哪来的姐夫 在一抬头 看见林家职抱着西瓜站在门口 他半揽着抱住自己的白露泽 低头一抹温柔笑意 在抬头看见我 笑容瞬间消失 便脸大失都没他快 我迅速转过头 撇了下嘴 不想看见我 干嘛来我家 白露泽没察觉到 我俩之间甘大的氛围 语气略显兴奋 姐夫 你来送西瓜吗 我们正吃着呢 我扭头瞪着张口闭口姐夫的弟弟 白露泽 你乱喊什么 白露泽冲我哼 你不愿意 我现在就去外面认姐姐 我真想打死他 过去的疼爱都为了狗啊 林家职捏着弟弟的脸 小泽 别欺负你姐姐 白露泽要求林家职 姐夫 带我出去玩好不好 姐夫 我还没去过海洋馆呢 姐夫 我的好姐夫 世上只有姐夫好 两人一同看向我 突然碰了下拳头 我嘴角抽动 要不你俩当兄弟吧 我退出行不行 有 第二天白露泽一直催我 不到八点我们就出门了 我穿了一件白色毛衣 下身是蓝白色牛仔裤 输了个马尾便 找出黑色圆框眼镜架在鼻子上 白露泽说我年轻了十岁 这个破小孩 出了单元门 白露泽像出龙的小猪仔一样 朝外面冲出去 冲向了站在门口的林家职 林家职上半身穿了两件衣服 水洗牛仔外套和灰色卫衣 下半身也是穿了条牛仔裤 简单随意 却不是帅气 他盯着我的穿着 皱了下眉 你穿的这点不冷 我走过去杨起头说道 艾美就不冷 我们先去了海洋馆 一个半小时 白露泽都处于亢奋的状态里 要不是林家职拉着他 今天我就没弟弟了 第二站是游乐园 我恐高玩不了过山车 海盗船那些项目 所以全程林家职陪着白露泽玩 能看得出来 林家职也很怕 累得够呛 刚从过山车上下来 白露泽就要去坐飞车 我喊住他 休息会儿 陪我去鬼屋吧 白露泽很不情愿 但没办法 只能听我的 乖乖跟着我去了鬼屋 鬼屋我一点都不怕 但那两人却很怕 一人一个手臂紧紧拽着我 我简直寸步难行 左边白露泽 啊 姐姐救命 有鬼摸 摸 摸我的手 右边林家职 啊 鬼 比起白露泽的自挖乱叫 林家职连害怕都是收敛的 但从他手臂的力度 可以感觉出来 他确实害怕 我笑 怕什么呀 都是人办的 白露泽 万一混进来个真的呢 愣了几秒 在白露泽重新开口前 我和林家职同时出生 弟弟 闭嘴 白露泽委屈 走了几步又开始呲哇乱叫 从游乐园出来后 我们仨直奔饭店 饿得头晕眼花 吃了将近两个小时才结束 为了明天能下得了床 我们砍掉了爬山运动 找了一家商场 打算看看电影玩玩游戏 选电影的时候 白露泽还是喊林家职姐夫 我也跟着他一起叫 姐夫 我要吃爆米花 服务员傻了 看看我 又看看林家职 再看看白露泽 露出了我看不懂 但大为震撼的经典表情包 只有魔法能打败魔法 我脸不红心不跳地伸出双手 等大桶爆米花 林家职脸白了又红 付钱的时候瞪了我一眼 也没说什么 看电影的时候 我身后做了一位大爷 敲着二郎腿 时不时地踢椅子 还抖腿 我回头示意了几次 他却不改 还对我 看什么看 踢你家椅子了 我气得拿起手机 打开手电筒照他 老大爷熬的一嗓子 打开我的手 站起来就要揍我 林家职迅速把我拉到一旁 质问老大爷 干什么 我立刻告状 他一直踢椅子 老大爷态度十分蛮横 踢了怎么了 电影院是你家开的 林家职让我坐他的位子 然后指了指大爷 您跟我出来 别打扰别人看电影 老大爷突然怂了 坐回椅子上 谁他娘能跟你出去 林家职个子很高 即使在下一层 野高门内老大爷很多 居高临下的警告 您再踢一脚 我就直接报警 老大爷终于没声了 他转身坐下 和旁边的人道歉 然后回头问我 手被打疼了 我下意识藏起手 没有 林家职凑过来 给我看看 我拗不过他 抬起左手给他 明明暗暗之下 他仔细看了看 又摸了摸 听到我轻微的痛哭 忽然低下头吹了吹 然后手被他一直握在手里 从这一秒起 我突然感觉头上的暖气更热了 白鹿泽上车就睡了 下车时怎么喊都不起来 林家职背起他 和我一起往家走 白天有白鹿泽在 我们俩还不感觉尴尬 可是现在这小子 睡得像只死猪 气氛进入尴尬 谁都不开口 默默地往前走 我想了好久 开始道歉 林家职 他嗡了声 冬日的风刮的脸 微微有些凉 但我的脸却很燥热 对不起 那天我喝醉了 对你做了一些 一些不太好的举动 希望你能原谅我 林家职轻声问 你为什么会喝醉呢 我迟疑了下 不知道该不该说出实情 有点丢脸 林家职忽然站住 回头看我 因为许眼 我快速否认 不是许眼 不是他 是工作问题 我想回来了 他很惊讶 回来不走了 我点点头 还没有想好 林家职 我也想去北京看看 别来 我突然喊出来 他明显被吓到了 睁睁眼 好奇地看着我 我别搅地解释 那里太卷了 心里却自动替换了 你去北京了 我回来怎么办 这种想法 我又道 很卷很累的 你看我是不是都胖了 因为压力大就会胖 我现在想回家了 林家职注视着我 眼神格外温柔 不胖 刚刚好 我歪了歪头 会心一笑 知道他在安慰我 但还是很开心 盯着他的眼睛 我突然心跳快一秒 轻轻开口 林家职 我跟我爸妈说 我们在谈恋爱 你有什么意见吗 林家职注视着我 你想我有什么意见 我眨眨眼不懂 为什么这么问 林家职说 我喜欢你 但你是自由的 这句话真的太犯规了 心脏突然狂跳不止 我又羞又气 往前抱走几十米 然后突然停下 转身冲着喊道 林家职 我们试试好吗 林家职望着我 缓缓笑了 还没说话 他肩膀上的白露泽 突然抬起头 举起双手欢呼 好 他从背上跳下来 拉着林家 直往我这里跑 姐 你答应小只哥哥了 这回我能叫姐夫了吧 我还没来得及训斥他 就被林家职抱进怀里 揉着头发告白 我等你这句话好久了 笨蛋 我抬起手刚要拍拍 突然想起身边还有个未成年 伸手就要推开 却听见耳边 响起两下快门声 白露泽举着手机对着我们 姐 你不许反悔哦 反悔我就把照片发给爸妈 说你欺负小只哥哥 林家职恋爱的 伸手摸了摸弟弟的头 我在一旁无语 我决定了 如果我以后要嫁人 一定要带上弟弟一起 他真的 我哭死 十一 十一假期很快结束了 我收拾行李 准备返回北京上班 昨晚和爸妈商量了许久 决定先过完半年 再决定是否辞职 离开那天 林家职有事 我就没告诉他 接到电话时 我已经坐上了高铁 林家职在手机里埋怨 刚当了一天男朋友 就被女朋友忘了 我把手机拿开了些 觉得男朋友有点烫耳朵 你有事啊 林家职声音闷闷的 有事也没有送女朋友重要 我捂着话筒小声道歉 对不起了 这些年我都习惯自己走了 你们来送我 我会舍不得走了 林家职终于笑了 那就早点回来 我抬头望着窗外萧条的风景 心里已经决定了 嗯 我想好了 年底辞职 然后回老家 再也不去北京了 林家职笑得很大声 笨蛋 哪有年底离职的小傻子 不想拿奖金了吗 我沉默了 能不能不要这么扎心啊 林家职瞬间明白过来 可声说 我给你发奖金 改男朋友备注100元 换情侣头像200元 把我设置成置顶500元 怎么样 做不做 我被逗笑了 抓紧手机小声说 就没有1000元以上的玩法吗 对面安静了一瞬 好像能感觉到他在纠结 林家职忽然压低声音 那你轻我一下 1万元 我倒吸了口气 屏住呼吸不说话 那边再问 不敢了 林家职倾笑 2万元 他一点点加 加到了10万元 我终于绷不住挂了电话 远一寸寸发热 我捂着脸 靠着椅子靠了会儿 打开手机给他发消息 评件不能移 威武不能驱 一分钟后 林家职回复 太多了 那我们从改备注开始玩吧 我翻了个白眼 扣下手机 转头却笑了 回到出租屋 趴在床上 我就开始想家了 明明刚从家里出来 现在却很想回去 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刚毕业出来时 曾这样想过 因为那会年纪小 对北京不熟悉 但是后来每次回北京 我都很高兴 这次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点郁闷的翻朋友圈 朋友们也都陆陆续续回程了 手机叮咚一声 我以为是林家职 结果是方亦然 你回来了吗 一起吃饭啊 好烦啊这人 我找许桥吐槽 他听完都害怕了 让我尽快辞职搬家 晚上和林家职视频 我提了一嘴 他立马很紧张 问我多久了 那个人还做过什么事情 我没敢把方亦然 跟踪我的事情说了 不然他肯定担心 隔日上班 方亦然又在我的工位上等我 我直接当着同事的面 拒绝了他 我有男朋友了 这些东西别再送我了 我没要过 也不想要 他竟然气急直接骂我 被其他同事拉走了 这个人真有病啊 狗皮膏药粘上你了 小白小白 你交男朋友了 哇恭喜恭喜 微微 你男朋友是哪里的呀 赶紧炫耀一下 大家对我的恋情 十分热情好奇 我找出那天 带白路泽出去玩拍的合照 发到群里 均得到一句评论 我草 这么帅 死之前得谈个这样的 12 活到26岁 我第一次认真观察发现 林家职很帅 好像能在他脸上 找到很多明星的影子 但他又不像任何一位明星 是独一份的帅气 何许翘吐槽 他说 恭喜你瞎了这么久 终于重见光明 对他的调侃我不生气 只是有点好奇 那你动过心吗 我要听实话哦 不许骗我 许翘直言不会 动过 狠狠地动过 但他就像个和尚似的 不止我 其他女生也是如此 我更不懂了 那他怎么突然喜欢我了 许翘直接发了20秒语音 他是突然喜欢你的吗 他一直喜欢的人都是你呀 白路威 你别这么扎好吗 我赶紧认错 我没感觉出来 许翘叹气 因为你那时喜欢我哥 哎 一物相一物 许多事都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我确实知道林家侄喜欢我 但当时我也确实 把他当成哥哥 更不知道他的喜欢 是持续性的感情 而且我也不知道 其实在我们的相处中 我自己也曾偷偷动过心 只是被自己 当成了另一种喜欢 我给林家侄发信息 谢谢你 林家侄 收到了 我 什么东西 林家侄 那你在感谢什么 我 谢谢你陪我聊天 其实我想说的是 谢谢你一直喜欢我 也谢谢你等着我 林家侄 那你还要谢谢 我给你买的小蛋糕 刚看到消息 手机就响了 外卖员让我去拿蛋糕 我跑过去一看 这是他说的 一手拿不了的小蛋糕吗 办公室的同事们 都吃到了我的下午茶 有几个人 非要让我把他们的感谢 带给林家侄 我全部截图转发给他 他笑了笑回复 不客气 谢谢大家照顾我家小朋友 这句话 我没敢发给他们 真的太羞耻了 我一边吃着蛋糕 一边吐槽林家侄 你现在有一点点油腻了 但我为什么会笑得这么开心啊 我沉浸在甜甜的恋爱里的时候 方亦然那边安静了两天 第三天 竟然换到了我身边的位置 我当即去找人事部 他们给我的理由却是 上面指示 听从安排 上你大爷 听你二大爷 我直接甩出了辞职信 领导把我叫进办公室 看到我态度坚决 才透露方亦然是老板的侄子 让我实施误者为俊杰 我善善笑着 萧总 所以我离职 算是实施误者了吧 领导嘴角的笑僵了僵 又说 不是离职 你可以试试 和他谈一下 年轻人吗 不想给机会 我递出手机 你要不要问问我男朋友 看他给不给机会 领导这回说不出话了 和我大眼瞪小眼 最后竟然还能恬不知耻地说 异地恋一般不会有结果 你可以先跟小方接触一下 那边也可以不断 哪个好要哪个 多好啊 我真的很想给领导鼓掌 这么精彩的发言 只有我一个人听见 忘了录音记录下来 太可惜了 反正当天我没有离职成功 方亦然又来找我道歉 开始走怀游政策 我没搭理他 下班到点就溜了 快到小区门口时 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林佳直穿着黑色大衣 身旁立着行李箱 低头在看手机 我不确定地揉揉眼 张开嘴大声喊道 林佳直 他寻声音抬头望过来 看见我抬起手摇了摇 然后朝我走过来 我也跑过去扑上去抱他 语气带着兴奋 你怎么来了 林佳直放开我 帮我理了李万菲的发丝 按着我肩膀说出差 我还是很震惊 问他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林佳直偏了偏头 很难吗 我抓着他的手 快跟我上去 林佳直轻笑 这么着急 我叔弟抓紧手 修道 别乱想 你睡地上 他笑着 敢搂着我往里面走 目光有意无意地撇脸身后 13 刚进了门 我就被林佳直抱住 按在门上 他低着头 脸贴上来 温热的气息 打在我的脸上 他用鼻子蹭我的鼻尖 能亲亲吗 我恼怒地瞪他 张开嘴刚想拒绝 就被他搂着脖子 稳住嘴唇 唇齿相依 脑子好像快融化了 我瘫在他怀里 他微喘着气抱住我 头埋在我脖梗喃喃自语 亲不够 我晃着头 有气无力地说 不亲了 不让你亲了 接吻原来是个体力活 林佳直侧头啄了啄我的脸 耳朵 然后抱起我放到沙发 上去厨房给我倒水 我瘫在沙发上缓了好久 才从刚才激进溺水式的亲吻中 缓过神来 发现林佳直站在门口 好像在向外面望着什么 怎么了 林佳直转身走过来 突然对着我嘘了一声 指了指门口 我立马警惕起来 竖起耳朵看向门口 眼睛盯着铁门 他小声说 外面有个男人 我打个冷战 是方毅然 林佳直握住我颤抖的手 安慰我 别怕 配合把他抓起来 我担忧地问道 可以吗 万一不成功怎么办 他家里有钱 我怕他报复 林佳直拍抬我的手 别怕 他这种人就欠打一顿 我拉着他走进卧室 迅速商量对策 打算先叫个外卖打探一下 然后林佳直假装离开 我在家里等单人上门 二十分钟后 外卖员到了 正如林佳直所料 有个男人在楼下站着 跟着他一起上楼 然后不出电梯 林佳直在外卖员走后 提着行李走了 下楼时没看见男人 他迅速将行李丢进花坛里 然后躲在角落里 看见男人从另一个单人楼里出来 上了我家单元楼 我收到林佳直的信息 准备好防身工具 然后站在门口等着 没一会儿 脚步声有远极近 停在我家门口 没有声音 当时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惧 从我脚底爬上来 又过了一分钟 门外响起了输入密码的声响 第一次错了 第二次他刚输入一个数字 我直接拉开了门 抄起赶面杖朝他打去 他没躲开挨了一下 赶紧喊我 白鲁威 是我 我用尽全力打他 边打边骂 我他妈的还不知道是你 打死你个死变态 跟踪我 还撬索 变态去死 他挨了几下 林家直冲进来又给了他一脚 打得方毅然嗷嗷叫 林家直却一点声音没出 真就人狠话不多 随后小区保安也到了 帮忙按住方毅然交给了警察 警察调出小区里和楼道里的监控 确认方毅然跟踪我 还试图打开我家房门 加上我和他的聊天记录以及证人 警察对他依法拘留 事情很快闹到了公司 大老板出面找我想和解 我坚决不和解 被他威胁要弄死我 我直接将录音发给警察叔叔 然后光速离开了公司 找了一个爆料号在网上爆出 让所有人避雷这家公司 大家都对我的做法拍手称快 已经有几个人准备离职了 林家直陪我收拾东西离开北京 同事听到我要回老家 提议聚会为我送行 林家直问我他能去吗 我问同事 大家全部同意 于是我就带着他一起去了 本尊出现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竖起了大拇指 林家直摸不着头脑 偷偷问我 他们什么意思 我脸红了红 侧头说 夸我很厉害的意思 林家直也不愧是学霸 秒懂我话里的含义 右侧过头跟我摇耳朵 夸你找了个好男友 我娇俏地推他 白了他一眼 然后举起酒杯和大家碰杯 我不喜欢伤感的话 分开不意味不再相见 即使不再见面 也有一段美好的旅程和回忆 酒过三旬 女生们总是喜欢八卦感情上的那些私事 有人问林家直 林工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小白的 林家直先前自我介绍 是名工程师 所以简称林工 大家也跟着这么叫了 有点别扭 有点好笑 我拖着下巴看着他 心里也跟着猜测这个答案 我觉得是那次去上海迪士尼玩的时候 他看了看我 然后说幼儿园 我瞪着他 差点就说你怎么不说 是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 你就喜欢我了 林家直笑了笑 瞟我一眼继续说 他是笨蛋 对我没什么感觉 后来还喜欢上好朋友 前不久才答应我 他说的可怜兮兮 瞬间触动了在座的各位 我被目光包围无奈投降到 我的错 我喝酒 他们笑了笑 然后继续八卦 另一个人问林家直 形容你对白白的喜欢有多深 哦 呵 这个提问可真有水平 打死直男也说不出高级的话 大概就是像大海一样 身不可克 像高山一样 直耸云霄之类的土味情话 我正想着 林家直也没犹豫 回头看着我说道 喜欢他不是一次 是每次想起他都喜欢一次 话音未落 听曲蛙声一片 我身旁的女生 激动的扯着我的手臂 好像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激动 我面无表情的转过头 愣了几秒 害羞的双手无脸 妈哒 我好像谈了一个纯爱战神啊 十四 从北京搬回老家 我待了一个月 爸妈开始看我不顺眼 他们倒是不介意 我不找工作 是凡我在家 除了吃就是睡 也不出去约会 啊 我在过冬呢 刚说完这句话 我就被我妈踢出来扔垃圾了 还特意叮嘱我要去 隔壁街买点醋回来 不要太快回来 回来的半路 我遇到了刚下班的林家直 她用喇叭低了我两下 摇下车窗喊我 穿着睡衣就跑出来了 我低头看了看 还真是我的兔子睡衣和棉托 但没觉得有多愣 我还愣着 她直接开门下来 把我拉上车给我搓手 被轰出来了 她问 我愣了 撇着嘴瞧她 你怎么知道 林家直勾唇笑了笑 能让你自动出来 只有被轰出来这个选项 我气得要戳回手 被她攥住 她一只手扶着方向盘 发动了汽车 想起我妈赶我出门前嫌弃的表情 我有点郁闷 我妈嫌弃我 我准备搬出去 林家直无奈 你勤快点不行吗 我不服气道 我在冬眠 你见过哪个冬眠的动物 还要劳动啊 林家直去我一眼 狡辩 我抽出手转身坐好 提醒她 你好好开车 汽车停进地库 我和她走向电梯 粗也被她提着 突然对我说 要不你搬出来和我住 我诧异地问道 你家 林家直摇头 我自己住的房子 租了一年 我没想那么多 直接答应 太好了 我明天就搬 然而搬家想法 却卡在我爸那里了 他不同意我搬出去 我软磨硬泡了一周 我爸才松口 但他们不知道 我是和林家直住一起 我不敢说 因为怕他们知道后催婚 我和他 还不想这么早结婚呢 就这样 我俩偷偷住在一起 正常恋爱约会 偶尔被长辈问起 过年串亲期的时候 我妈突然听到一个喜讯 许衍的老婆 生了个大胖丫头 我当时震惊地说出话来 这小子 速度也太快了吧 林家直说他早就知道了 其实两人是未婚先孕 所以才觉得 好像过了半年 就生了孩子 我给许翘发信息 你哥真牛 许翘回复 我嫂子才牛呢 双胞胎呀 牛不牛 我又被震惊了 原来我妈消息有误 许衍有俩闺女 我拿过手机给林家直看 这个你也知道 他点点头 表情淡淡地盯着我看 干嘛 我们结婚吧 生俩儿子娶他闺女 你有病 有大病 婚礼商量了 还在定日期 许衍孩子的满月酒 我们又去吃了 许衍抱着一个女儿向我炫耀 突然问 咦 若薇 这次也没带你男朋友来啊 林家直催他一句 你眼神不好使 就去配眼镜 我拽了拽他 笑呵呵地回道 没来 在家里洗衣服做饭呢 许衍扑吃笑了 看了眼脸色铁青的林家直 突然将怀里的宝宝 送到他怀里 来 宝贝 到你岳父怀里 林家直熟练地抱住 逗了逗宝宝 抬头瞪着自己这位损友 准备好彩礼 每个百八十万我儿子可不娶 哼 你先认出儿子再说吧 刚开个头 老岳父就输了 把宝宝还给爸爸 拉着我的手 转身直奔二楼 我不解得看着他愤怒的后脑勺 干什么去呀 他气得咬牙切齿 生宝宝 老婆 我们一定要生个儿子 我猛地拽住他 踢了他一脚骂道 神经病啊你 你自己生去 林家直有点委屈地看着我 我心软了 伸手摸着他的脸 先扯了正在生 宴席上的菜比上次的还贵 还好吃 我一不小心又吃撑了 这次我穿的是紧身连衣裙 林家直迅速起身解释 没有 不过爸爸我会努力的 我捧着肚子哭笑不得 发誓我再也不穿裙子吃撑了 许远和他媳妇抱着孩子走过来 突然神秘兮兮地跟我说 陆薇 告诉你一个秘密 去年十一是小直故意让你睡的 爆炸性消息 我抓住他问 你说清楚 许远他热闹不嫌是大 你想啊 你喝醉了怎么有力气呢 还不是任由他摆弄 我愤怒地站起身 气得双手微微颤抖 什么我夸他很棒 还让我负责 原来都是骗我的 林家直 他吓得后退两步 对我说 老婆 我知道你很生气 但你先别生气 我提起裙子 开始追打林家直 好啊 原来是你睡了我呀 林家直边跑边说 可是你说 我很棒是真的 所有人都在看我们 我红着脸喊道 闭嘴 完结